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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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從這個問題來問好了 對你來說奧運是什麼 恩... 你要說有個目標嗎 當初在拼奧運 你的資格的時候 就去年牙籤賽 那一段之前的一段時間 其實我並沒有想 想那麼多耶 就是 一直是到我在處於領先集團 最後那個四五公里山路的時候 我才覺得我離奧運好像真的那麼近 一開始 那時候小朋友 感覺去參加奧運就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結果 就自己來講 很緊張的是非常的興奮 興奮多過於緊張那個時候 現在換成就是一個非常平靜的心態 就大概去了解一些奧運的路線 問一下新城隊友嘛 日本人嘛 他說他也是有騎過啦 沒有全部騎完 不過他說他也是騎過 確實是 滿不容易的一個路線 然後設定一下目標 個人的目標就是完賽 對對對 設定這些目標 來去做一個努力 讓世界知道有台灣能參加奧運 你可以跟我們說就是 在什麼地方有成長 就變老啊 你不覺得我變老嗎 當然比賽的經驗一定會有差 語言上面跟以前來比的話一定是有差 然後比賽的掌握度 自己的狀況調整 跟自己的狀況要達到哪一種目標 還有包括一些比賽執行的戰術 呼吸瓶你要怎麼吃啊 怎麼恢復怎麼休息 這些就是 長年累積下來 你知道你自己的身體 對啊 我覺得騎車就是 騎車帶給我全部 我覺得就是 他帶我 講簡單一點就是環球世界 大家沒辦法 像我一樣到處去飛這種經驗 全部就是來自於一台腳踏車 我是自由車選手馮俊凱 2020東京奧運 請大家為我加油